上千位民眾鼓掌歡呼 這是當地居民為之振奮的一刻 被摧毀的巴米洋大佛 竟然重現原貌 一束巨大光束照亮 整個巴米洋山谷 空洞的山壁出現高50公尺 寬25公尺的金色巨弗 團隊利用金屬露宿燈泡當光源 燈泡外加上特製石英玻璃 減緩能量避免傷害文物 而主導這次計畫的 是這對大陸夫妻張新宇和梁洪 其實我對巴米洋人 對阿富汗人 對全世界都有著非同傳想的意義 我覺得今天看到大家的笑臉 然後真真正正看到大佛又站在那 值了 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14年前塔利班埋下地雷炸佛 這座鑒於5世紀高53公尺的 世界文化遺產 瞬間消失在煙灰之中 事前計畫獲得巴米洋文化部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 並保密行程和日期 避免觸怒塔利班 整命計畫讓大佛重現 也俯衛當地人心中傷痛 也俯衛當地人心中傷痛